今年8月至今的四川绵羊维权事件 将中国名酒建南春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70多职工集体公开退党 18大前官民之间的矛盾更达到高潮 不久前建南春酒厂高层曾以改制为名 将9亿资产落入党委及各大小官员的腰包 中保私囊的官员中据传涉及曾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周永康 如今职工原始股正在被酒厂党委乔取豪夺 上千名职工在绝望和愤怒之下停工抗议整整两个月 名酒建南春的命运将走向何方 请看报道 2012年8月建南春集团董事长乔天明向职工宣布融资 让职工在承诺书上签字 表示自愿参加迷失信托 遭到全场职工的抵制 职工认为承诺书是骗取员工手中股份的霸王草约 一旦表示参加信托 就等于放弃职工的原始股 建南春持股将以原始价被管理层全部侵吞 8月15号要求我们学习那个文件签字 现在我们都不签字 不签字以后 从20号 就是厂商要求我们停产学习 学懂签字为止 职工的抗议了 提出了输送请求 早在2003年到2004年 四川建南春集团就进行了所谓有形资产改制 据报道 改制后建南春69.54%的股份 由四川铜胜投资公司控股 实际上铜胜投资的股东 包括了以乔天明为首的100多名建南春管理层 建南春国有便私有的改制过程 被民众称为令人发指的经村国有资产行为 建南春改制后 有形资产不抵负债 缩水9亿 9年来 职工的原始股从5万上升到59000 仅增值9000 而董事长乔天明侵吞国有资产后 个人财富暴涨 在今年胡润富豪榜上 显示有26亿身价 差不多每年增长3个亿 另据政府及金融部门的一些知情人士爆料 建南春酒厂竟然约有500名隐形股东 他们手里拿着酒厂的大笔干股 而这些隐形股东非权即贵 更有引用确切数字的消息说 四川省各级高官571人占有干股 其中曾任四川省省委书记的周永康就占有股份 职工们为了维护自身权益 在厂门口静坐抗议 并不断到省市各级部门上访 诉说建南春被腐败官员侵吞的事实 由于董事长乔天明同时是人大代表 职工维权上访 障碍重重 9月27号更发生警方殴打维权职工的事件 激动的民众将现场两辆无牌无罩的警车包围住 当局出动400多警车抢人抢车 8月22号 公司入党员工向中共中央组织部 递交了退党申请书 表示对建南春的上层官员 以及党组织丧失信心 因此申请退党 在申请书的下方还附着两张约70名退党人员的签名 而且每人都按上了自己的手印 而分管绵阳的德阳市当局却派出大批警察 威胁建南春退党职工 他们主要是对建南春集团公司党委 基本上上是信心 党委书记 还有我们的纪委书记 在场里面口碑相当的差 乱搞男女关系这种 肯定还有一些党员 对集团公司党委啊 对当地的市委市政府不抱有信心啊 大约当时是70多人好像 肯定十多年等人的 四川省境内的媒体 全部在回避这个事 全部不抱到这个事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执行主任李大勇 对建南春职工集体退党表示祝贺 他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 他利用各种条件来欺压剥削残害民众 所有的上访管道 通过所谓法律方式去寻求公正 恰恰成了中共打击这些民众的一种途径 李大勇说 在这种情况下 民众可以说是山穷水尽 那么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解体 中共 好